大家好,我是Toby 今天是4月2号 德国现在有快8万的确诊病例 德国采取的措施也越来越多 但是有的人很不自觉 在柏林,警察抽查的 55个在家做隔离的确诊病人中 有10个人不在家 他们出去了 今天我要大家看一下 现在德国的情况 你们看,我现在在市中心 平时这里很热闹 但是现在都没有什么人了 城市空荡荡的 平时我在这里都要很久 才能找到一个停车位 但是今天你们看 随便停 我从来没有这么顺利 在城市里开车 一路畅通 现在戴口罩的人还是很少 不是他们不想戴 但是现在在德国买口罩还是很难 我们真的是买不到口罩 这是我们这儿火车站 并且这个点卷都是等车的人 但是今天你们看非常少的人 虽然火车还是有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和中国一样 每个商店的门口都放着消毒设备 商店会限制顾客的人数 有一个人出来 才可以再进去一个人 大家都很有耐心的在快队 而且人和人之间至少要离1.5米 比如在超市里 地上都有花线 但是和中国不一样的是 没有人在门口测体温 今天我去DM要买手指 但是门口写着 今天又没有手指 我在超市里转了一下 除了手指 其他的东西吃着用的都很充足 但是很多东西开始限购了 比如面条 面粉 熊丝酱 每个人最多能买两个 现在还有一个东西特别强熟 就是酵母 哪里都买不到 商店为了保护收银员 现在收银台都围起来了 今天我只看到了一个 带口罩的收银员 虽然商店里和街上的人 都已经很少了 但是大家不是都在家里 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有很多人在骑车 有很多人在散步 我昨天看到一条新闻 10人在离开控制没在家 每个人在离开控制 以55个人 被试试到病毒的犯罪 10人都没有在家 在波林有55个病人 他们需要在家隔离 但是在警察抽查的时候 有10个人不在家 因为我们在德国没有那么多方向医院 所以很多轻症的病人 在家自己隔离 这个全凭自觉 如果你出去没有被警察抓到 就没问题 但是像这样已经确诊的病人 还可以出门 而且还不戴口罩 这真的太危险了 如果大家像这20%的人一样 不自觉 我不知道之后的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